沖咖啡打奶泡 在吧台內熟練處理一切事物 薄砂火辣打扮更讓好身材一覽無遺 童仲彥瘋破女主角邱惠美 再次現身鏡頭前 意氣風發 氣色明顯好許多 只是才剛展開新生活 現在又被扯進童仲彥 和新歡的感情世界 她坦言好錯愕 覺得還好 因為議員也說不是她 所以我也不能夠確定是不是她 但是我看女生還蠻漂亮 還蠻可愛的 會不會是喝酒 或是情緒上 一下子情緒上來的 那她的發言也不代表 她們有在一起或者是什麼 確實是有很多的女性的朋友 甚至粉絲或者是選民 對她的支持 她女生緣真的是很好 畢竟只是二十六歲小女生 哪能被邱惠美放在眼裡 雖然就愛感情風波 版面博的比政治專業 還被小女生說 根本還在等待童仲彥 邱惠美巧妙帶過 如果議員她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我一定非常的熱議 等她 我會力挺她啦 不能說我會等她 那我的個性會覺得說不管她今天發生任何的事情 我會力挺她 這個是我的個性問題啦 言談間大方挺就愛 跟童仲彥是不是已經過去式 邱惠美的眼神有秘密 只是翻開童仲彥情史 從李秀環 邱惠美到新花紅豆 雖然越早越年輕 但三人共同點都是 眼睛大大 皮膚白白 議員她問證上面 在研究報告上面 其實真的是很專業 修出手中咖啡 邱惠美努力打掃店內事物 俨然女強人 打算進軍餐飲市場 還透露現階段 雖然感情空窗 但身邊也不乏追求者 同女郎身價可不低 記者程旭 李宜璇 台北報導